而巴德国中的校园霸凌事件 也引起了马英九总统的高度关切 立刻指示相关部会一定要好好处理 内政部长江一华今天通令全国警政单位 把各地中小学列为固定的巡逻点 但是朝野立委认为这样还不够 要求内政部必须要更积极处理 黑帮渗透校园的问题 桃圆巴德国中爆发严重的校园霸凌事件 甚至有黑帮渗透进入校园的事情传出 引起全国震惊 马总统指示要好好处理 而内政部长江一华上午在立法院表示 已经通令全国警局将校区内的中小学 列为固定巡逻地点 但立委认为警方只是加强巡逻 对校园的安全问题没有太大帮助 要求内政部拿出更积极的作为 校园现在变成黑帮的安乐园 因为只要黑帮进入校园 他们知道警察不敢进去 可不可以就说折成 现在全国的少年队 马上针对这一次的巴德事件 全国的校园做出一个整体上的 对黑帮防范的一个 一定会的 中央治安的这种议题或者是现象 我通常都是亲自主持会议 那么所以这不只是警政署会关注 我也会关注 行政院也折成教育部与内政部 针对校园霸凌事件提出具体措施 建立完善机制落实执行 并要求教育部在23号的行政院会提出报告 希望能赶快还给校园一个亲近的空间 记者张志从林国煌林志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